中国信托交易士业务部门 隐身性金融商品交易量的银行 同时我们现在在全球4个时区 已经建有10个网点的交易士 所以整体的这个海外的布局 也相对的很完整 我们资本市场的工作分成三大方式 分别是Sales、Trading 还有Funding & Gapping 那今天我们就会透过影片 来跟大家一探各个方式的这个究竟 请看影片 Sales Team最主要的工作 是为企业法人提供服务 台湾我们是以出口立国 所以很多的企业它天生就会有外汇上的曝险 不论企业是有换汇的需求 外汇风险的管理以及避险部位的操作 有有胜者 当这个企业它的资金有多余的时候 想要寻求一些投资的工具 来获取更多收益的这个需求 这些都是我们Sales Team在服务的范围 我们台湾的企业其实已经相当的国际化 我们也是跟随客户的脚步 在海外为他们服务 简单一句 客户的心到哪里 我们中国信托Sales Team的服务 就会到哪里 Trading Team它涵盖的是在市场上的交易 交易的范围举措 从外汇利率商品到期货到股票 都是我们交易的范畴 那近年也跟着这个市场不断的演进 许多传统的交易行为 都已经渐渐走向数位化跟电子化 我们中国信托在这里也做了相当多的努力 开发出一些交易的平台 以及电子系统的设备 相信这些都是我们领先全台 而且能够跟全国际接轨的部分 Funding & Gapping 是我们商业银行资金最后的使用者 除了维持我们银行该有的流动性 确保它充沛无余之外 最重要的工作是把资金在合规的范围内 允许的交易项目之中去寻求资金最大的运用 举凡从世界各国的公债、公司债、金融债 MBS等等这些固定收益型的商品 都是我们Funding & Gapping投资同仁有涉略的范畴 随着金融市场在一片降息的状况之下 要去获取较好的收益 其实是相当挑战的一份工作 除了刚刚的影片之外 我们今天也特别请到我们很优秀的TA同仁 来跟各位同学做分享 有请我们TA Andy Hello 大家好 我是TA Andy 我觉得TA轮調是我们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它的精髓呢在于说 我们透过直接与学长姐或是主管来学习交易士的业务 或是金融市场大量的资讯 还有市场上现在大家正在讨论的议题 那么在这边的日子中 我们也会收到来自于不同部门的小作业 要在时间之内去完成这些作业 着实会有一点压力 但是呢透过不断的去发问 然后好好的想一想后 就是每天都可以感觉到自己都有明显的成长 那我认为这是在TA实习中最重要的一块 首先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交易式的文化 我们资本市场的执行长Larry一再地跟我们强调 其实最好的training就是叫做on the job training 什么叫做on the job training 其实就是把你放到工作台上 让你实际去观察每一个交易员在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怎么样去应对市场的变化 那在这个期间我们会赋予你很多的工作跟任务 那你是不是能够一一地把它完成 然后在最后存活下来 一旦你能够存活 那你就是接受了一个最完整的训练 所以在对于这个TA的轮调 我们也是秉持这样的态度 希望他在各种不同的function里面 在工作场上去观察去学习 那透过不同的assignment 来挑战你自己的实力 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一一地完成 到最后还活在我们交易式里面的话 我会说你完成了一个很棒的training 除了交易式的轮调生活外 我认为交易式的环境以及文化也是相当重要的 那么交易式的业务通常都是由少数几个人组成的一个小团队 进行小单位的作战 那么在这一个体系之下呢 我们相当的注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以及互信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这个假日的时候也常常会有举办一些team building的活动 像是happy hour 运动会等等来联系彼此的感情 同时办公室也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福利 像是健身房 牛奶 还有麦片等 来让同仁在这个工作之余能够有一个疏解压力的地方 中信是台湾最早针对交易式招收储备干部的本土银行 那我们在轮调的训练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早已是行之有年 办公室内许多的主管们也都是借由TA制度加入交易式 JENS就是我们的第一届TA 那他也是透过这个制度加入交易式的 也就是说 许多的学长姐其实都在过去遇到了相同我们在工作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而他们也很愿意与我们分享他们过去的经验 另外一个选择中信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说中信是业界的第一品牌 也是年轻的同学们挑战自己的最佳首选 在这几年其实全球不断的这个降息的这个状况之下 资金充满了市场 那我觉得这个对于银行业者来说 这对于我们的这个核心的业务上这是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于我们的获利也会相对比较辛苦 那所以在展望未来在这么多不确定的状况之下 我想应该会着重在两件事情 第一个在我们的核心的本业上面找出我们自己的利基 把这些利基再把它完整的串联起来 包括我们有完整的海外的平台 包括我们在电子化上面的投入 这些都能够协助我们的客户 在未来的这个波动的市场里面 能够更好的去因应这些的市场 那也帮助我们的交易员能够有更好的获利的机会 那另外在这个产品的服务上面 我们也不断的在这个推陈出新 举凡从这个市场的第一档的永续债券 到近期有可能会发行国营第一档的这个结构型的债券 我相信这都是我们中国信托 在创新上的很多这个优秀的表现 那也期待我们有一些优秀的心血加入 能够跟我们一起在面对这些未来诸多不确定性的挑战 来达成这个国内最好 两周第一的这个银行的目标 我觉得具备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是我们在这个找新同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环 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它能够让我们在截取这个各种各方不同的 资讯的时候能够把它幻化成我们自己的见解 然后来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不论在哪一个方向 它其实对我们都是很重要的一种能力 那至于这个同仁的背景 其实在交易室里面我们的背景其实很多元 我们也希望在不同的背景之下 能够激荡出更多的火花 如果你的背景是什么 但凡你对我们资本市场的工作充满了热忱 对我们中国信托的发展充满了期待 我多欢迎加入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